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是代表了美国这些金融系统的操盘手 心眼的太坏了 其实从长远上说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一定是出大事 一定会顶爆了它 它出事的原因就是美国第一季度的GDP的增长太低 只有1.8% 那它预测是2.4% 那它比上个季度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季度还差 而同时通货膨胀太高 通货膨胀涨到了3.4% 远远超过了它的预期 而上个季度 这三个月上个季度的通货膨胀只有1.8% 所以这就变成了高利率高通胀完全压不下来 而GDP增长衰败 那就是GDP增长衰败 经济增长迟缓 那它整个经济增长 而这个股票暴跌的过程中 埋态跌幅最大 就是Facebook 12% IBM跌了8% 就是在NASDA的范围当中跌的比较大 但是它从长远上说呢 就迎合了我们曾经跟大家分析过 美国的经济处于一种极端动荡的状况 而这种极端动荡状况 包括美国金融体系当中的金融界的这种欺诈 其实它有太大欺诈成分在里面 一些我们曾经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独立人士的说法 都是非常明确 认为美国在美国整个机构 包括美联储 包括华尔街 在掩盖它真实的经济状况 就像我跟他形容的时候 就像当初打针儿时 全是欺骗 全是欺诈 被极端少数人控制着整个几十亿人的真实状况 在真正的极端的剥削这些人 那物价暴涨的 物价通胀的状况 剥离了人们正常的收入 而Mortgage 美国的这个 Mortgage 就是房地产的交流 处于一种极端的换 就是Mortgage极高 利率极高 达到了又回到了百分之七点多 但是呢 它的消防就是销售大衰 没有任何人敢买房子 没有任何人想买房子 也处于一种历史的低点 这样的话就就出现一种很奇怪很奇怪的东西 对不对 他当通货膨胀这么高的时候 他不可能减息 他只能 他一直也就说去年所说的减息减息 跟美国控制通胀的努力全都失败 他控制通胀的数字是2.4% 这是拜登自己说的 那从股票 从这个我们看到民意调查当中的 百分之七十的甚至到七十五的美国人民 关心的是他的生活 那这样的经济指数的增长 就代表了他的生活极端的衰败 里面暗含的 你看那个就业指数的时候 说美国人就业指数很好 不是 在网上 他里头是欺诈的 很多就业的人到政府部门去工作 就是拜登共产党推出 跟共产党政策差不多 推出了大政府的概念 政府的工作职位越多 那不就会没人生产了 全是管理了 全是害人的家伙出去 那政府就是害人的家伙 所以他就出现这种很迷失的 那到琼斯 那作为这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商业电视台 美国商业电视台相当程度呢 是推崇跟他一小撮人还在一起 所以他的评价就是说市场感到很迷惑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是这个牛市啊 还涨啊 还烙啊 不知道 失去了 失去了方向 那他市场反应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反应 那有可能涨 有可能落 他最高的时候下跌500点 现在是下跌400多点 那而美元对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货币呢 都处于增长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的 黄金的价格呢 有黄金的价格持平 其实他是衰了啊 从2440个美元跌下了现在 跌下了1000块钱 跌下了 对不起 跌下了100块钱 2340多块钱 那这个这个这个 银的跟就是贵重金属的价格呢 都略有增长 你看起来是略有增长 按道理说应该是美元在涨 你现在看到是美元价格 美元就美元就会再增长 但是他对加币呢 却是衰弱的 因为加 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呢 几乎是一体的 百分之七八十呢 都是进出口这种相互往来 而加拿大经济更糟糕 就是太贵了 他经济再高 就是东西太贵了 可不是一般的贵 我给你举个例子 人们正常吃的橄榄油 我们在外头不敢去买 去找那些橄榄油 就是稍微好一点的橄榄油 那个就在Costco 这是我们 比如说我个人常用的橄榄油 那个原来两个包装 十二块八 我说的原来就是去年 还卖十二块八 贵一点的时候 十五块钱 那我昨天去买 二十八块九毛九 二十八块九 完全一样 所以大家去品味 食用油 这种东西 它能够这么去涨的话 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都完蛋 所以这就是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其实人们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了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混乱跟崩盘 我个人坚持这么看 那在真正爆发的过程 在真正爆发的瞬间 你比如说股市一天暴跌 一千点两千点 甚至更多 那今天的美国股市如果爆发 如果暴跌百分之十的话 是三千多点 当这种市场出现的时候 就是满盘就结束了 但它出现之前 我们会看到这种错乱 我把我个人把它一直就像穷爸爸 富爸爸说的 你现在就涨黄金 你买不起黄金 你就买白银 然后他说的是买比特币 但我个人不认为 我个人认为比特币魔性极强 这是比特币 比特币六万四千 六万四千多块钱 涨了两百九多块钱 比特币的跳动是非常不规矩 就是里面炒作的人 里面坏蛋的人 使得很多人难以能够应付 非常 这是很有趣 很有趣 那我 咱坦白说就是一种 咱坦白说就是一种很 就是现实 就是今天人们失去目标的现实 这是计时的 最高下跌五百点 到穷斯 那这个纳斯达下跌 百分之一点三 原因就是说 GDP增长只有1.6 而预测是2.4 这个 然后提到这个通货膨胀 3.4 那 而上一个季度只有1.8 所以这样的话 人们就完全认为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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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往哪去的状态 摩根斯坦利的投资家 叫Chris 在短期内 这个数字 让人不知道 应该是做空投还是买多投 就是不知道是牛市还是驴市 不知道 他说不确定性 不太可能缓解去年以来所带来的重大的压力 不确定性 都是他们干 对吧 那对一般的散户来讲 就很难应对 交易员将对放松美联储货币政策呢 作为下调 这都是下调 下调 美联储曾经表示说 今年只会降息一次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去降息 上个季度1.8的通货膨胀 你现在变成了3.4 你还降息 你通货膨胀要涨到多少 不加息就不错了 我个人的感觉太贵了 真的 东西太贵了 已经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得了 只等着给我赶出 他们只为了把它崩盘了 中产阶级消失就是崩盘 那作为美联储的说法 就是控制美国经济的这些官员 他在故意着 让那些人耗尽自己最后一滴血 最后一分钱 以高借贷的方式 高借贷的方式 信用卡 以高借贷的方式崩溃了 今天在零售市场 很多零售市场 到处卖信用卡的 那个我跟你说 真坏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就是 你看没崩呢 就是这些掌控金融体系的 掌控今天政治权利的人 要押报普通人的 就是押税普通人的最后一块 这个股税 让他整体全报 从房屋上 从这个 从这个金融市场上 那让人们达到一种相对 更加持贫的状态 所以守住 我只能说 能够守住自己 为什么 人不善良 人不善良 而遭到报应 感谢朋友们的真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